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10月4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呢,我主要是呢,想跟大家说一下 印度所发生的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们持续了很长时间的 这个农民的抗疫活动 现在呢,发生了一个非常激烈的冲突 在昨天的时候造成了9个人死亡啊 那奴民呢,是非常愤怒的 然后就开始发生一些暴力 烧汽车啊什么的 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关于 印度现在和这个英国 因为疫苗承认不承认的事呢,杠上了 印度对英国进行报复 那因为呢,说到了这个疫苗这个问题 同时呢,我也想说一下 跟疫苗有关的其他国家的情况 好,现在呢,我们就开始 首先呢,就说一下他们这个农民抗疫的这事 农民的抗疫这事呢,已经是持续好长时间了 对吧 自从去年,印度的国会出了一个法律 这个法律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听起来 他就不公平的一个法律 但是呢,他们印度就出台了这个法律 从这个法律呢,就能看出来 印度这个国家 所谓的这种民主啊 再一次证明了 民主的背后 实际上呢,就是他背后的财团 才是提现墨尔的那个玩家 那个提现的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原本印度的农民 他种的粮食呢 是由印度的政府收购的 印度政府 你甭管是农民种多少粮食 然后呢,我都收购 然后这个价格呢 是由政府来定的 通常来说,这个价格的制定 会保障了印度农民的这个收入 会比较偏向于这个农民的 在这种政策之下 农民呢,都是有保障的 就是说,种的粮食呢 无论多少 政府呢,全都收回去 然后呢,在价格上面 也倾斜于这个农民 那农民长期以来呢 是有保障的 现在他们推出来了一个新的法案 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通过了 那这个法律是说什么呢 就取消以前的制度 就不再由政府直接对那个农民 而是吸引一些资本家 由公司来进行这件事情 来收购 那价格呢,也由公司来定 号称就把这件事情呢 交给了市场了 就市场化了 而且呢,他这个法律里面规定的 让人就觉得特别不民主的 明摆着的是保护那些资本家的呢 他就是说 在这些资本啊 来运作这件事的过程当中 无论这些个公司 他们如何来运作的 他们如何来运作的 就说呢,他们收还是不收 多少钱收等等等等 这些都由这些资本家来决定 市场嘛,对不对 然后,最孙子的一个规定呢 就是,这些资本家呢 他是有免责权利的 印度的政府以及这些资本家 对于这件事情不负任何责任 而且任何的农民不可以对政府或者这些公司进行起诉 要求赔偿都不可以 那这样一来呢 这些奴民就窜了,对吧 从去年年底开始 一直到现在 已经有十个月的时间了 他们一直在抗议 那他们的抗议的这个活动呢 多数时候呢 他们都是和平的 或者他们声称是和平的 但是呢 有的时候也和警察发生了冲突 曾经呢 在八月份的时候和警察之间就发生了一个冲突 造成了一个农民死亡 那在其他的时候 也就是十个月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听说 零零星星的 就有人死亡啊 有人受伤啊 发生肢体冲突啊 这些 警察放这个催泪弹啊 等等这些 但是呢 昨天却发生了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事件 导致了这些农民呢 现在非常的愤怒 这个抗议活动呢 就激烈化了 就升级了 昨天的时候呢 这些农民就跟着抗议 他抗议呢 就是在马路上嘛 喊口号游行 对吧 那突然呢 就出现了一辆车 那这辆车来了以后呢 就不管这些游行的人群 朝着游行的人群呢 就冲撞过来 结果呢 当场就造成了八个游行的人死亡 然后呢 这些农民就非常愤怒啊 然后就把这辆车呢 就给他推翻啊 推翻的过程当中 又造成了两个人死亡 这个推翻造成两个人死亡呢 是印度的官方说的 那印度农民这一边呢 就是说造成了八个人死亡 其中有四个人是农民 那其他的四个人是什么人 可能不是农民 是什么人呢 现在我没有看到 反正呢 有四个农民死亡 那还有第九个人死亡呢 就是这个车里面的这个司机 也死亡了 一共是九个人死亡 那农民呢 就特别气愤 发现是什么呢 为什么特别气愤呢 现在要求他们的那个 home部 他那个部啊 叫home department 我不知道他这个home department 他是干什么的 没有办法翻译 反正呢 他就是印度的一个 很关键的一个部 你就知道这个就行了 那他们就发现呢 这个车里面坐着的其中的一个乘客呢 就是这个部长的儿子 他们就认为呢 这个部长的儿子 这样的横冲直创 造成了八个人死亡 农民呢就不干 然后这个部长呢就出来说 说这件事呢跟他儿子无关 他儿子当时并没有在车里面 但是农民是不认的 农民就只认呢这里面有一个人呢 车里面坐着就是他儿子 现在呢就要求追究他儿子的行事责任 要求这个部长下台 非常非常的激烈 那部长呢第一就说 他儿子没在车里 第二呢说 其中有两个农民的死亡呢 是因为他们在掀这个车的时候呢 压死的 意思就是说呢 那两个人的死亡呢是跟他们没有关系的 好现在呢 他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农民呢是非常的愤怒 现在呢就在大街上还烧毁其他的汽车 如果你看那些视频啊照片啊什么的 你就看到了火光熊熊的 好这是印度农民抗疫的这件事情 现在呢严重升级 是这个十个月以来呢 现在最恶劣的一个程度 农民这个火呢 能不能给他们压下去 能不能平息下去 现在呢还说不好 那他们已经持续了十个多月了 就想要求废除这条法律 但是呢印度的政府坚持说 这条法律呢是有利于竞争的 是有利于他们的经济 因为可以吸引投资 以前是由政府来操作嘛 不让资本家来参与 现在呢就政府不管了 由资本家来参与 当然农民人说你这样的话呢 你就是官商勾结 官商勾结来伤害农民的利益 使得农民的利益呢毫无保障 随便由这些商家来操弄 他很有可能会把这个价格 压得非常低 完了以后呢 他有可能收到手以后呢 转手又卖得非常高 这种可能性真的是不排除 真的是有 印度这个国家 前两天我就做了一个视频 就说我看印度的 有些电影里面演的 我反正看到是天高皇帝远的 一个地方 哎呀喂 就好像是中国古代似的 他们那种生活呀 社会风起呀 那个官方啊 那个警察局呢 好像是在当地管事 管的挺多的 就好像是我们古代的 什么一个县官 然后他就管所有的当地 他们印度呢 好像就是那样的 很腐败很腐败的 所以说呢 印度农民 他们已经是抗议了十个月 他们这个主张呢 他们的担心 完全都是有道理的 就会是现实 这就是印度的政府 和那些资本家的一个勾结 来让这些资本家 来做这件事情呢 不惜去伤害那些农民的利益 那印度那些农民呢 他们也指控说 这个政府 根本就是一个残忍的政府 根本就是一个不为民作主的政府 是一个不民主的政府 号称是democracy 对吧 现在说undemocracy 现在农民呢 就提出来这样的一个口号 好 现在再来说呢 印度和英国 他们发生了一个什么冲突 为什么印度呢 要报复英国 这个事呢 就是这样的 最近呢 我们知道哈 前两天的时候 澳大利亚公布说 他们承认了中国的疫苗 对吧 他们承认了六种疫苗 其中就包括中国的疫苗 也包括印度的那个阿斯利康疫苗 印度的血清研究所 和英国的阿斯利康合作 搞的一个那个疫苗 那个疫苗呢 是世卫组织承认的 那澳大利亚呢 也承认了 那我昨天呢 还做了一个视频 讲了一下澳大利亚承认 疫苗的这件事情 我就想呢 澳大利亚 他们是什么目的呢 我就想他们就是扛不了了呀 那因为疫情的原因 因为和中国的这个关系紧张的原因 那他会失去留学生 对吧 失去游客 还有呢 失去做生意的那些 对不对 那这样一来呢 话呢 就会让他失去很多的收入 那我昨天的视频呢 是这么分析的 那有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网友呢 就跟我说啊 说那个美姐你分析的对 但是呢 我还给你提供点事实资料 事实背景 事实呢 确实是这样的 说那个澳大利亚那些大学呢 他们都受不了了 他们大学里面呢 已经是好几次裁员 而且呢 大学卖楼 这个网友呢 昨天跟我说啊 说他们裁员卖楼 我就说呢 卖楼是谁卖楼 是大学卖楼吗 还是被裁掉那些人员 因为没有收入了 所以卖楼呢 他说不是 他今天回复我呢 是这样的 说是大学卖楼 说澳洲大学的模型显示啊 由于边境的关闭 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 和许多的大学一样 因为新冠病毒而遭受了财务打击 从2020年到2023年 该行业预计将损失160亿澳元的收入 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数字 他们受不了了 现在啊 我那个视频里面 我就说澳大利亚受不了了 他们确确实实是受不了了 那我那里面说他受不了的呢 是一个分析判断 那现在呢 事实就是确实这样 他们受不了了 这个墨尔本利工大学呢 他就是澳洲所有大学当中啊 受打击最严重的 有一份报告就显示呢 在最坏的情况下 到2024年 这个大学将面临着 8.53亿澳元的学费缺口 因为没有留学生来 说呢 即使他出售三分之二的资产 和投资股份呢 来弥补国际学生这个学费的损失 必须得卖楼了 必须得卖资产 还要卖股份呢 来弥补这块的缺口 所以说呢 就是以前呀 留学生让这个澳大利亚吃的是满嘴流油 其实澳大利亚这么做呢 就和中国来作对呢 完全都是他们这个脑子进水 完全是脑子进水 是一种自杀性的一些行为 就和这个印度一样 政府一点都不管民众的这个利益 那个大学它也是一个经济行为 对吧 这也是民间的利益呀 根本就不管 那现在呢 澳大利亚现在知道呢 说受不了了 现在就从疫苗方面放宽 像印度和中国 这就是留学生的两个主要的来源国呀 所以他承认印度的疫苗 承认中国的疫苗 那再说回来哈 为什么说印度现在和英国杠上了呢 就是因为英国他最近也宣布了 就关于这个疫苗这事 从10月4号开始 只有打了四种疫苗的人 进入到英国的话呢 才可以不需要进行隔离 不需要隔离 不需要提供检测报告 你就凭借这个疫苗护照 你来就行了 那这四种疫苗呢 就是辉瑞 莫德纳 阿斯利康 还有这个强生 那我们就知道哈 阿斯利康它实际上分三种 一种阿斯利康呢 就是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合作的这个 第二种呢 是阿斯利康和欧洲进行合作的 第三种呢 就是阿斯利康和印度合作的 那现在英国呢 就不承认印度的这个阿斯利康疫苗 这点呢 我还试图去理解为什么 但是现在呢 我想不出来为什么 为什么呀 我觉得是因为经济的原因吗 因为印度抢了它的生意吗 我觉得好像也不应该吧 因为印度毕竟也是和阿斯利康合作的呀 那如果你不承认印度的 难道说 原来就是打印度版阿斯利康的 难道就能打牛津版的阿斯利康吗 这个我现在呢 还也没有想明白 英国方面就说什么呢 英国方面就是说呢 就怀疑印度的这个阿斯利康疫苗啊 怀疑它不合格 怀疑它不好使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借口 因为世卫组织都已经通过了 世卫组织都是承认的 美国也承认了 美国说世卫组织承认 它全都承认 那澳大利亚呢 承认的那六种当中 就包括印度的这个呀 你为什么英国说不相信呢 那英国呢 也没有承认中国的 但是我看到马来西亚的媒体报道说 他们采访了英国驻马来西亚的大使 英国驻马来西亚的大使 就告诉这个马来西亚的媒体说 现在他们正在考虑 要承认中国的疫苗 那现在英国呢 马上就开始 就是今天呀 10月4号就已经开始了 对吧 所有的如果你打了印度的那个疫苗的话 你入境 你也照样要提供前三天的检测报告 那你入境的时候呢 你还要接受英国的检测 那你入境之后 你还要进行这个10天的强制隔离 隔离期间 还要按照英国的要求呢 进行核酸检测 啊就等等等等 就是要求很严了 印度人呢就很生气 印度怎么报复呢 他就同样的 说从10月4号开始啊 所有的从英国来的这些旅客 你们来之前必须得提供三天的检测报告 来的当天要接受印度的这个检测 然后呢要进行10天的强制隔离 隔离期间我要对你进行检测 等等等等 反正呢就和英国的那个进行对等 说直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英国承认 印度的这个疫苗 那印度很厉害啊 中国真的是都没有印度这个强硬 中国很多的时候都不够强硬 印度真的是很强硬的 谁欺负我 我就欺负谁 不过他对中国的这个呢 我认为他的态度还挺缓和的 我在前几天视频里不是说吗 现在中国呢 就是所有国家非必要都不准来中国了 但是呢印度没有 印度呢说来自于中国的那些游人啊 学生啊 或者是做生意的啊 都可以来 所以呢他们就用这个 一再的要求中国来对等 但是中国始终就不放开 不可能 不可能对印度放开 因为他们对所有的国家都一样 就连我都回不去了 对吧 都一样的 我估计中国呢 这是为什么就是跟冬奥有关了 冬奥过了以后呢 可能会放松一点 好 这就是呢 印度所发生的这两件大事 另外呢 我还想说一个呢 就是我今天看到啊 昨天我跟大家说了 那个躺平那个概念 什么叫躺平 躺平就是我不争了 我不争了 哎怎么样怎么样了 在疫情这方面呢 也有这种躺平的思想 最初的时候呢 是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新加坡就提出来 要躺平了 说呢 从现在开始呢 我也不进行强制性的检测了 我也不报告这个每天的新增和死亡了 那些强制措施呢 我也不采取了 就是与这个病毒共存亡了 但是后来呢 新加坡的朋友告诉我说呢 实际上并没有实行 那今天呢 我又看到这个环球时报 又做了一个报道 他又说呢 继新加坡和英国之后 现在呢 新西兰也躺平了 他里面也提到了新加坡的这事 就是新加坡在六月的时候 说是和病毒同存亡 然后七月份的时候 英国就宣布说 到七月十九号 我这一波的封城解封之后 我永远都不封了 我不管了 然后英国的首相这个强生呢 他也说了 他就说呢 这个病毒消灭不了了 我们必须得学会 和这个病毒的一个 长期共存了 这就是一个躺平的态度啊 那除了新加坡 除了英国以外呢 现在这个新西兰就宣布了 新西兰说呀 从六号开始 奥克兰的居民可以离开家 到户外与亲人联系 聚集人数呢 限制在十人以内 按照新西兰总理 阿德恩的话说呢 奥克兰其余的限制措施 也将分阶段的逐步访宽 这么做的根据呢 就是这个病毒呢 说是消灭不了 必须得和他共存亡了 不能说共存亡 必须得和他共存 为什么会这么做 因为呢 现在就觉得打了疫苗以后吧 好像威胁并不很大 就是重症啊和死亡啊 威胁不是很大 这个亡的可能性呢 不是很大 所以就采取这种躺平的态度 就和那流感一样 流感也会死人 但是呢流感既到了以后 我们并不会说居家隔离啊 封城啊什么等等等等这些 所以现在新西兰 这是第三个国家 事实上新加坡呢 宣布的当天可能就后悔了 亚人就没有实行过 好像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